一口气读完蜀汉是否真的后继无人 蜀汉的后继者真的所剩无几了 四位大将居然都曾是曹魏的相将 魏延 马苏 张包纷纷陨落 诸葛亮一死之后 蜀汉再也没有找到能够挺起大旗的将军 然而 为了应对这一困境 诸葛亮培养了姜维 姜维虽然曾是曹魏的投降者 但他的存在却使得蜀汉江山得以安定几十年 不过你知道吗 蜀汉后期竟然有四位大将 都是曹魏的投降者 姜维这个人是众所周知的 他本来是曹魏的一名小参军 结果被诸葛亮围困后战败 随后投降了蜀汉 然而 诸葛亮对他却相当赏识 姜维在蜀汉的政治道路上一帆风顺 到了三十岁时 他甚至成为了蜀汉征锡大将军 拨年来的勤奋付出 使得姜维在诸葛亮去世后 老陈费一离世后 接管了军政大权 独自掌握朝政 并且继承了诸葛亮的一波 他一次次北伐中原 重振了蜀国的雄风 但也不断消耗着蜀国的国力 在剑阁之战时 姜维与中慧对峙 单被邓爱趁机袭击 姜维奋起抵抗 劝说中慧自立为王 然而最终他们惨败 中慧和姜维独被诛杀 对于姜维 人们对他的评价褒贬不宜 但作为一个曾经的将将 能够得到刘善如此的信任 实在不容易 也说明他确实有着卓越的才华 夏侯霸这个人 更是武将中的传奇 他的父亲夏侯渊 是曹魏的著名大将军 夏侯渊被蜀汉势力斩杀 夏侯霸身为儿子发誓 要为父亲报仇 但后来他却投降了蜀汉 与蜀汉一同征伐曹魏 夏侯霸投靠蜀汉 是因为他自身的生命受到威胁 他与蜀汉有着亲戚关系 在司马懿政变后 曹爽一家被诛杀 其中也包括了夏侯一家 不久之后 司马懿又处死了夏侯选 夏侯霸深知自己也难逃一死 于是投奔了蜀汉 在蜀汉政权中 夏侯霸受到了江维的重用 被封为车戚将军 并与江维一同征战 夏侯霸的妹妹嫁给了张飞 而蜀汉后主刘善的妻子 则是夏侯霸的妹妹的女儿 按照这层关系 刘善实际上算是夏侯霸的后代 虽然夏侯霸是征讨曹魏 但他所征讨的魏国 已经不在姓曹了 而是由司马家所掌握 因此夏侯霸的名声远播 他在征战中表现出色 最终在征途中应勇而死 也可谓死得其所 王平比江维投降蜀汉的时间还要早 夏侯霸被斩杀后 曹操亲率大军征讨汉中 王平当时就在曹军中 然而他在战败后被俘 于是投降了蜀汉 刘备亲自封他为比江军 在随后的数次北伐中 王平跟随诸葛亮 即使在接亭惨败后 他不但没有受到责难 反而得到了重用 他训练出了无党非军 成为了蜀军的戾气 诸葛亮去世后 王平曾亲率大军 鸡贵草爽的十万大军 取得了辉煌成绩 因此备受流善的敬重和信任 王平独自镇守汉中 成为了一位备受赞誉的名将 最后安详的去世 郭寻被将为俘虏后 刘夕直接封他为左将军 使他成为了蜀汉军中的核心力量 然而 这个人的野心却不小 据记载 郭寻竟然是诈详 虽然他为蜀汉做出了不少贡献 但只不过是为了迷惑众人而已 有一次 他甚至试图暗杀刘夕 但刘夕身边有众多假事保护 郭寻反而险些暴露自己 后来他成功派人刺杀了蜀汉的大将军废议 造成了蜀汉政权的混乱 此后 关于他的记载便寥寥无几 也许他回到了曹魏 也可能被当场诛杀 敌人